摧毁健康的其实是身体崩溃前每一天坏习惯的累积,如果你每天的生活中有这些坏习惯,可要注意了,这样做,让你越长越愁。 一,爱搅口香糖大饼脸,很多人爱吃口香糖,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长时间搅口香糖,会使咬肌过肚断裂,刺激下颗脚的肌肉和骨骼发育,最终外观呈现方形国字脸或是大饼脸。 二,低头丸手机皮肤下垂,正常情况下,颈部的一些皮肤问题要到35岁以后才会出现,而人在低头时,颈部承受的压力是平常的三倍,脂肪在重力和低头的双重轻引下,造成颈部皮肤松实,出现双下巴,可能将这一时间提早至30岁甚至更早。 三,吃得太险皮肤黑,脂液太多,体内钠离子增加,细胞内外的水变化过程会出现问题,从而出现颜色附着,造成皮肤粗糙绑黑。 那离子的增加还会导致面部细胞湿水,从而造成皮肤老化,时间久了皱纹就会越来越多。 这样做,让你牙齿越来越差。 一,冷饮吃太多。 夏天很多人很喜欢吃冷饮,冷饮温度过低会伤害牙齿,导致牙幼稚紧缩和出现裂纹。 对于牙幼稚,有病变或磨损的人,吃冷饮时,牙齿遇到冷刺激,就会产生牙酸、牙痛等不适。 牙齿若长期遭遇低于15度的冷刺激,容易引发牙髓静磷,重则可引起牙髓炎。 二,爱喝酸性饮料,冷刺排第一。 其次,吃酸刺激。 长期饮用酸性饮料由柠檬菌很容易吃牙齿受到酸性物质侵蚀,牙齿矿物质被溶结,牙齿就会变得脆弱和敏感。 喝完饮料后最好立即溯口。 三,爱吃粘牙食物。 粘牙不仅会让人觉得非常讨厌,而且也会对牙齿造成损害。 食物中的淀粉和糖,通过细菌分解,转化为酸,在牙齿上对气造成不可逆的影响。 这些酸与牙齿的接触时间越长,对牙齿伤害就越大。 面包,巧克力曲奇,饼干,薯条等等,都属于拧牙食物。 四,爱用牙签剔牙。 塞牙,往往是由于牙风过大导致的,塞牙很不舒服,所以很多人喜欢用牙签来剔牙。 可是,牙签瞎瞎瞎瞎,会引起极性牙周膜炎,牙医浓肿,慢慢就会疼痛和出血。 这样做,让你大脑越来越傻。 一,经常保险,研究显示,只是一夜睡眠质量不良,大脑中发生的化石变化, 就会显示与脑部受损失类似的情形,长期睡眠不足,会造成大脑疲劳过度,会导致记忆力下降,智商降低。 一,依赖手机,不愿思考,多动脑,请思考,人会变得更聪明。 反之,越不爱动脑,大脑退化得越快,现在很多人不愿多动脑,宁愿依赖手机。 不用脑就等于土地再荒废,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荒地。 这样是很多年轻人,为什么二十多岁很年轻,大脑却是六十岁的年龄。 三,每顿饭吃得太饱,每顿饭都吃得特别饱,非常伤大脑,长期饱时,容易导致脑洞内化,出现大脑早衰和智力减退现象,如果每天每餐坚持吃气温饱,不仅能保持头脑清醒,还能起到控制体重减锐的效果。 四,爱喝酒,施酒,也是伤脑的一大因素,酒精会使中枢神经系统,从兴奋到高度一致,所以过量饮酒后人会觉得头重脚轻,举步不稳,反应持蹲动,去求被大脑的损伤,尤其严重。 这样做,让你膝盖越来越脆,一,跪着擦地,跪着擦地板,顶骨的压力会压在骨骨上,等于两块骨头间的软骨,直接压到地面上,时间一长,有的膝盖就无法伸直,起不了身了,二长时间浮按,长时间浮按,也是一个坏习惯,肌肉僵硬后,对骨骼的保护力度就会下降,骨骼也会更脆弱。 年轻时,肌肉很快就能恢复,但步入老年,肌肉在拉伸后就很难回去了,可以加强肌肉锻炼,增强关节的稳定性。 三,过度爬山,爬老,爬山时,关节负重是正常时的四五倍,一开始老人还能承受,可越往山上走,关节越疼,一般到半山腰就不能再走了,下山就更难了, 下山时主要靠骨骼头肌收缩,牵牙折膝盖股骨运动,对膝关节的磨损更严重。 这样做,让你血管越来越堵,一,爱吃大油打肉,饮水乳过多营养,多余的质质和氧饭等难以排出体外。 聚集在血管里,一方面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堵塞血管,另一方面还会增加血液连稠度引发血栓。 二,吸烟,即使吸烟不多,十年后就会出现明显的动脉周样硬化,即使溅烟后,要过十年才能完全修复血管内极的损伤。 三,熬夜,激素伤血管,熬夜时,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,不断疯密肾上腺素等激素,会造成血管收缩异常,血液流速变慢,血管表示压力很大。 四,不运动,垃圾囤积在血管,如果缺乏运动,血液中的废物抬不出去,多余的脂肪、胆固醇、糖分等,就会囤积在血液里, 使血液变得浓稠肮脏,在血管中形成周样硬化斑块等不定时炸弹。 这样做,让你头发越来越少。 一,今天洗头,过度清洗虽然却除了头皮头发表面的质质,头发虽然不油腻了,但也会损伤皮肤屏障和毛连片,导致毛发受损。 呃,发痰,干枯,吊霸,头皮则有可能出现头线和臊痒等症状,从而形成皮肤分泌的不良循环,而洗头时骚抓头皮,只将以残污耐垢,用力骚抓头皮,不仅使得剧肤皮肤,产生阻碍等臊痒物质,也扩张毛剂血管。 骚抓的快感,引起恶性循环,引起皮炎等,洗发时,要用手指指腹精油的揉错按摩,对头皮而不是抓头皮。 三,用毛巾捉头发,用毛巾反复揉错,对头发伤害很大,因为毛巾可预见的表面都是很粗糙的,但接触到头发表面时,毛巾会吸收走发滋上多余的水分,如果反复揉错,会让头发,让毛鳞片重新翘起。 四,头发暴晒,头发如果长时间暴晒,自外线对蛋白质的分解作用,可使头发失去弹性和光泽。 头发暴晒后,内部细胞发生结构性的变化,头发中的黑色素分解,容易造成干枯分擦。 短片调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